泰国反政府示威群众 无惧警方日前强力水株驱离 周末假日再度透过社群媒体 号召上万支持者 纷纷两路占领曼谷主央路口 他们高喊总理下台王室改革 泰国自七月以来掀起了一波 又一波的学运浪潮 学生们要求王室改革总理下台 以及解散国会 今天是泰国自七月以来 第九次的大型戒头抗议 也是十四日以来第五次的抗议 现在学生们聚集在胜利纪念碑 高喊者要求总理下台 由于泰国政府并未积极回应 抗议民众诉求 加上国会拖延修宪进度 泰国民众自十四号起 连日发动多起示威行动 总理帕拉玉为此宣布 曼谷进入紧急状态 警方更出动水车强力驱赶 但民众仍无畏政府威胁 再度走上街头 索性过程和平 泰国总理府表示 帕拉玉认为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表达抗议是民众的权利 但也要求相关单位 防犯有心人士 趁乱煽动人群 造成冲突 或借此达到政治上的利益 政府也将与抗议群众 展开对话 寻求共识 中央市记者旅行会曼谷报道